耶稣 他对律法的一个看法 那特别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要从 圣经里面看保罗的律法观 我们先看耶稣的一个律法观 我们一同来看马太平第五章十七节 我们一同来 我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们再低头来祷告仰王主 哈利路亚 赞美你 天佛们赞美你 我们带着一个饥渴沐浴的心 来到主你的面前 主要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 能够快快地听 由何谦卑地听 一个受教的心来听 主要你向我们施恩 让我们从保罗的领受当中 从你话语的启示当中 看到我们基督应有的律法观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你告诉我们 你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来是要成全律法 主要你来带领我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荣耀的圣灵我们赞美你 你来引导我们 浇灵我们 启示我们 能够把耶稣的实价 再次活化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心被恩赶 口唱新河来赞美你 我们仰望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要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 来看看保罗的 对律法的一个看法 我们先看罗马书 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罗马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好 一同来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 和不能朽坏之福的 祝以永生报应他们 那同样的在第二章的十三节 类似的观点 我们一同来 原来在神面前的 不是听律法的文意 来是行律法的称义 那在节里让我们看到 好像保罗在表达 行律法称义 而且行善 行律法 神就用什么 报应他 用永生 报应他们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好像保罗在讲 因着律法 祝可以称义 祝可以得永生 神以永生报应他 这个好像是保罗的一个观点 但是当我们在看保罗 其他大部分的经文 你发现 是完全相反的观点 单单在看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 我们一同来读 我们既 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 得与神相合 还有前面第三章 二十四节 一同来 如今去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做白白的称义 然后还有第三章二十节 所以凡有学期的 没有一个因 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所以你发现 几些的经文 好像给我们看到 是因个信而称义 而且是白白的称义 没有一个人行律法 可以称义 跟前面第二章 所讲的是什么 好像是完全相反 怎么会这样呢 同样一卷圣经 怎么有两方面的教导 两方面相反的启示 一方面 明明讲因信称义 白白的称义 没有人能够行律法 可以称义 但是第二章说 你行善 恒心行善 神就以什么 以永生来赐给你 你能够行律法 都可以称义 究竟为什么 是圣经有错吗 还是保罗搞错了 你的说明解释是什么 你的看法是什么 为什么 好像保罗 其实我们以前也读到 这两方面的经文 但是好像 对第二章 我们就怎么 散过去了 对不对 我们不去面对它 因为我们知道 绝对是因信称义的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碰到 罗马书第二章 这两处经文 我们就跳过去了 究竟保罗也没有讲错 没有 绝对不会讲错 他愿意讲错的话 整本圣经的权威 就有问题了 他假如把我没有讲错 为什么他讲的两方面的事情 而且是相反的 两个时代 对了一点点 对了 有点这个方向对了 但如今 很好 不同的时代 但是要注意 究竟他所讲的 不同的时代 是什么时代 会不会说 旧约时代 就是因行律法称义 新约时代 就是因恩典称义 只是很多用 时代主义的看法 来解释 这些两个矛盾 但是我们等一下发现 这样解释不对的 因为圣经讲 他很清楚 天下人间 没有私下别的名 可因他得救 无论是旧约的 新约的 都是因着谁得救 羔羊的血 所以 我以前画了这个图 不少大家也没有记得 十家 旧约 新约 旧约的时代 是接着献祭 这个祭物 预表耶稣基督 他们凭着信心 遥望 结尾弥赛亚 凭信 先祭得救 新约 是耶稣先钉十字架 好像是 耶稣 为我们已经买了车票 我们上车 旧约是先上车 耶稣后补票 记得这个比喻吗 天下人间 都是接着 耶稣基督 神的高养的得救 绝对不是因为 旧约因着他们守律法 我很记得我在华城读书的时候 沈保罗牧师 给我们上课 有一天他就问 同学们 你们觉得旧约的圣族是怎么得救的 有位牧师一幕会多年了 他来读道学硕士 他就举手说 沈牧师 旧约的圣族是靠守律法得救的 结果他坐下来 沈牧师就训太顿 弟兄我劝你 这个礼拜天不要再站讲台 不要妙讲神的道 旧约的人怎么是靠守律法得救呢 假如能够靠守律法得救 耶稣就不用来了 旧约的人不是凭律法得救 所以等一下我们这会 特别会发时间来看 究竟这个摩西之约的意义是什么 在他之前的亚伯罕之约的意义是什么 这两个约的关系是什么 还有律法跟约的关系 假如你不从约的角度来看律法的话 就是刚才李迪兄提到 要从不同的时代 但时代不能放错 结果如今相对的过去 不是指到旧约 是要更早 想到工作之约 或者说在伊甸园里面 神放在亚当里面的那个道德 自然律 神把这个的道德的心 刻在亚当里面 在亚当里面 他们在没有多罗之前 他们是完全有这种道德能力 来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一同去思想 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所讲的是真实的 但是他是回溯到一个在伊甸园里面 在原来人被造的神与亚当所立的这个工作之约 的确 这个工作之约 或者叫亚当之约 是真实的 是有效的 不因为人多了之后 这个神与人之间 在人里面所定规的这个自然律 这个道德律 就废去 按照这个道德律 工作之约 的确假如人 恒心来行善 神会把荣耀尊贵永生使给他 只是问题 亚当多了之后 人能不能做得到 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所以就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说 没有人能够守得住律法 看律法能够称义 因为律法没有能力 律法只是让你能够治罪 所以我们就了解到 罗马书第二章 整个的基础 其实是在这个亚当之约 它是在描述到 更早更早 在伊甸园里面 这个神与亚当立约 然后提到亚当 在河西亚书第六章 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 或者第五章 所讲到的 因信称义 因着神的恩典 做白白的称义 这个观点 绝对不是 好像是过去没有 然后是保罗的一个新的 突然而出来的新的启示 很多人 我们都以为 因为保罗在亚拉伯旷野 耶稣三年直接地教导他 所以他领受了这个新的启示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是因信称义 白白称义 好像以前没有 其实不是 保罗其实提出这个观点 完全是 他被引出来 跳出了当时两月之间的 犹太主义 或者发力赛人的 这种错误的思想 这样的 跳出来 回到哪里 敢不敢说 回到旧约 其实当我们好好读旧约的时候 其实整个旧约 人与神之间的 那个得救的关系 是什么 因信称义 这包括保罗 在罗马书第四章 就引用亚伯拉罕 为什么得救 是因着亚伯拉罕 是什么 因信称义 不是因着行为 不是因着隔离 其实保罗的整个的 因信称义的教导 是完全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Old Testament 所以我们要了解 旧约的旧恩思想 绝对绝对不是 两月之间的犹太主义 或者是法利赛人的思想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两月之间 神没有拆牌限制 在两月之间 这三百多年 是整个犹太教里面 最黑暗的时期 没有限制 直到四十约害 耶稣快诞生之前 才神拆牌了一个限制来 要他们悔改 所以在两月三百多年 整个的犹太人 因着假先知 因着假的教导 完全走到 路法主义 走到犹太主义 欣慰主义 这个错误 在原来旧约 以色列人 跟神的关系 那个救赎关系 跟两月之间的 法利赛人的 犹太主义的教导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要我们回到圣经 来看一看 旧约的律法观 真正神在旧约 所启示的律法观是什么 人与神之间的 那个关系 究竟是一个律法的关系 还是一个恩典的关系 其实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 今天很多的传道人 他们一想到旧约 都想到律法 以为 旧约人与神的关系 就是默契律法 就是律法主义 律法关系 要靠律法 要守律法 然后到新约就不需要守律法了 我们是恩典时代 不知道律法 脱离的律法 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 所以我们这堂课非常重要 究竟 保罗的律法观是什么 我们基督应有的律法观是什么 律法跟 旧约 亚伯拉罕之约 摩西斯基约 甚至亚当之约 是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处理几个非常大的问题 保罗的教导没有矛盾 只是不同的经文 有不同的背景 这个是回到旧约 旧约的律法观 我们一同来看 究竟旧约的律法观是什么 旧约的救赎观是什么 我们一同翻到 创世纪17章 我们现在看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这个亚伯拉罕之约 究竟他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亚伯拉罕之约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还是今天亚伯拉罕之约只是单单属于 犹太人 好 我们一同来读 17章第1 第2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好 大声一点 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 耶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做与你利益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所以当你读这两节圣经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看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之约 那么你发现这个约有没有什么条件 从我们和二本圣经的翻译 给你的感觉 这个约有没有条件 因为在第一节提到什么 做完全人 第二节就说什么 我救我才与你利益 给你的感觉 亚伯拉罕能够进入这个约 能够得救 有没有条件 条件是什么 做完全人 那这样的话 难怪大家都觉得 救约是个律法制约 是要靠律法 得救 你要做完全人 你要守律法 你要努力 才能够进入神的约 才能够得救 但是你发现 这个其实跟整个旧约 基本的精神 贾利这样解释是不对的 因为单单从创世纪十七章的上下文 后来保留在罗马书第四章 也引用这段经文 亚伯拉罕得救 是先有行为 先有隔离 还是后有隔离 后有隔离 先 无条件的 完全的恩典 完全神的拣选 神 就先跟他立约 然后再有隔离 这个记号 更正明 所以是我们和文的翻译 这个旧这个字翻错了 你们看新一本 我跟勇博勒牧师 找到建议了这个 所以后来 他们也就调整了这个 这个不对的翻译 在原来西伯来文 神不是表达 我就与你立约 在原来的文字 我们下下学习 可能开希伯来文 我们会学一个语态 叫做cohortative mood 就是所谓期盼语态 这个字在原来西伯来文 是用一个期盼语态 所以应该翻译 我要一种期盼 神要与我们与亚伯拉罕立约 不是我你做了完全人 我才我就与你立约 不是 假如李是用和文圣经 在旁边写一下 原来的意思是 我要与你立约 是毫无条件的 是神的一个期盼 是神的一个的渴望 是神一个定义 不是因为等你做了完全人 我才与你立约 其实你发现在十七章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 他完不完全 还是很多的缺点 小心 害怕 撒谎 明明老婆是他的 是说妹子 在那边骗人 贪生怕死 一次两次的撒谎 其实真的是不完全 老婆都不敢认 这种丈夫真的没有get 真的是不配做丈夫 怕死得很 没有信心 所以你发现 亚伯拉罕没有完全 在神跟他立约的时候 但是神在第一节 跟他立约之前 就把这个叫做完全人 讲出来 是神对他的子民 在这个约的里面 这指明 神对他的一个什么 不是得救的条件 是一个什么 得救之后的什么 盼望 奇盼 就好像我们父母生了孩子 我们是 孩子是白白得到生命的 对不对 不是他们做多好了 才得生命 进入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孩子 有出生了 有生命了 我们要恭喜Tony 知道Best也怀孕了 对不对 其实是喜事 孩子出生是白白领受生命的 但是我们做父母 对孩子有没有什么 expectation 有期盼 希望能够把他献给主 他能够为主而活 能够爱主 能够爱人 能够做一个有贡献的人 expectation 神对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白白的 因着神的拣选 进入这个约的关系 是白白的 但是他得救之后 神对他有没有期盼 要做完全人 努力的能够 完成神对我们的一个期盼 要做完全人 要成圣 要得圣 好让我们配在这个 得救的地位上面 所以就好像 我们现在 男女相爱结婚 进入这个婚约 在这个婚约 牧师在那边 officially 在证婚的时候 一定会讲说 无论是生是死 永远的爱他 做丈夫的会说 永远的保护他 不是这个丈夫 已经做到了 才能够进入这个婚约 来是先 白白的 凭信心的 进入这个婚约 但是在这个婚约里面 有没有期望 有期望 丈夫 要永远的 来爱他的妻子 保护他的妻子 体恤他的妻子 妻子也永远的爱他的丈夫 能够听从他的丈夫 这个是 双方在这个婚约里面之后 要怎么 努力的 能够与所谋的恩 上称 但是不是进入这个婚约的条件 没有人先做得出来的 要先结婚 后怎么 努力 所以同样的 亚伯拉罕之约 基本上是什么 是个恩典之约 不是亚伯拉罕 已经做完全 来是他努力 他进入了这个恩典之约之后 他要与所谋的恩上称 他要努力 要做完全人 那么 怎么样做完全人 你就发现 到了摩西之约 在摩西之约里面 有十条诫命 不但有十条诫命 有诫命 律律 典章 什么叫律律 什么 我们知道 诫命 就是十条诫命 对不对 律律呢 是什么 还记得吗 什么叫典章 律律是讲到 献祭 这是 这些人 离 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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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章是指的什么 民事的律律 你打死人一头牛 你要怎么赔 你杀了人 你要怎么去受惩罚 sive law 戒命 律律 律律 典章 所以摩西之约的显明 十条诫命的显明 来自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 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 更具体 让以色列人知道 很具体的 什么样 最完全的 最低限度要什么 守十条诫命 所以假如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摩西之约的话 摩西之约 是个恩典之约 还是个律法之约 恩典 神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境况也 在希腊山 与以色列人立约 先成为神的约明 然后 要他们守十节 做完全人 也是怎么样 先得救 后 努力 所以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摩西之约的一个精神 我们翻到出埃及记 二十章 我们先看十九章 第四 二十章是十条诫命 我们看十九章 第五节 跟第六节 这两节圣经 就是整个摩西之约的精神 我们一同来读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遵守我的约 是指导遵守什么 十条诫命 这个约的 Covient Law 这个约里面的约规定 十条诫命 但是你发现 当神发出这一个命令颁布之前 以色列人 是否已经是神的水民 是他的约明 已经死了 已经神 拣选了他们 带领他们 甚至出埃及了 进旷野了 但是神很具体的 给他们死掉 见面 怎么样可以做什么 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好让以色列人 他们得救了 他们跟随神 能够成为万国的什么 见证 让万国看到 以色列是圣洁的子民 他们要圣洁 但是以色列人得救 绝对不是因为 他们先努力 完全了 才成为神的子民 所以 我们要了解 整个的旧约 重要的两个约 无论是亚伯拉恩之约 摩西之约 基本上 是一个恩典之约 也是整个的旧约里面 常常要我们看到 神是蛮有恩典 慈爱 怜悯的神 不是个法官 得赦免其过 皆盖其罪的 皆盖是什么 有福的 整个旧约 人与神的关系 就是一个得赦免 得恩典的一个关系 所以要我们看几处的诗篇 常常要提到 以色列人跟神的一个关系 是个恩典之约 是一个约的关系 我们先放到诗篇105篇 所以我们先要搞清楚 旧约的律法观 旧约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关系 然后你就发现 整个新约保罗的教导 音信称义 是源于旧约的 诗篇105篇第8节 好 我们从第8节读到第10节 一同来 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 他所吩咐的话直到现代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向以撒所起的事 他有章子约向雅各定为律立 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 你看到 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 基本是建立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 神也纪念他跟亚伯拉罕 所立的这个恩典的约 我们再翻到后面 诗篇106篇又提到 诗篇106篇45节 好 一同来 为他们纪念他的约 找到丰盛的慈爱 后悔 这个约是什么约 就是亚伯拉罕之约 摩西之约是一个延伸 是一个延续 是一个具体 然后我们再读下去 诗篇111篇 又提到111第9节 好 一同来 他向百姓施行 救赎命定他的约 直到永远 他的名 圣而可畏 看到吗 这个救赎 这个恩典是因着什么 这个约 好 恩典之约 是白白的 领导 领导以色列人 好 那我们 要继续来问 好 神 要 要亚伯拉罕做完全人 神要以色列人 同样的向亚伯拉罕做完全人 要守时代诫命 好 那么 从保罗的启示 律法只是要我们治罪 亚伯拉罕也守不住 也没有办法做完全人 旧约的以色列人 一代一代 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也什么 也守不住 那究竟 神颁布十条诫命 要以色列人守律法 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两个目的 第一 是要什么 虽然他们不能完全守得住 不能够 靠守完全的律法 能够称义得救 但是 透过以色列人 努力地去守神的律法 能够彰显他们是什么 圣洁的子民是属神的子民 虽然不完全 但是 他们 还是能够跟列邦列国的人 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信仰 他们各方面 还是跟众民不一样 还是一个什么 一个黑暗中的 一个的见证 跟光 所以这个光不是很强的光 但在黑暗当中 最少他们是什么 是光 是被分别为圣的一群 圣洁的子民 能够彰显神的见证 跟荣耀 向众民做见证 做圣洁的国度 为了一个见证的缘故 为了神明的缘故 第二 这个律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刚才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 讲到什么 律法叫什么 最后一句 三章二十节 知罪 所以你就了解 为什么神 要摩西在希莱山 多少昼夜 四十昼夜 难道只是为了十句话 10 decalot 十条诫命吗 十条诫命原本是decalot 十句话 可能十分钟 最慢最慢 怎么慢慢地说 也最多十分钟 讲完了 对不对 为什么 那么长期 讲了四十昼夜 耽误了那么长的时间 甚至以色列 百姓在山下等不住了 以为摩西死了 他们怎么办 他们就去拜偶像了 为什么 在希莱山 需要四十周年 神跟摩西讲什么 讲什么 重点 建造会幕的样式 所以摩西回到山下 他要照着山上 所指示的样式 建造会幕 教导以色列人 如果在会幕 可以有献祭赎罪 各样献祭赎罪的礼仪 讲得清净楚 哇 所以摩西真的有一个 这个super memory 能够一讲一遍 他就怎么 背起来了 所以巴不得 我们要求摩西的 这种激励 上课一听完 就背起来了 考试就 就写下来了 不然很痛苦 摩西就是 听了一遍 就记起来了 我上礼拜看到一个报告 一个新闻报告 在中国有这个激励的比赛 你们会看到 二十秒里面 把整幅的 pocket的排列都记起来的 那么厉害 他就会 你给他二十秒 他看完一遍 然后他就会重排 一模一样 这种激励不得了 我们居然有这种的激励 那神为什么 要把建造会幕 献祭的这个样式 告诉摩西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神知道 没有一个以色列人 会靠守死掉决命 得救 可能守到百分之七十 可能守到百分之八十 但是永远 短缺 亏缺神荣耀的标准 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 二十三节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这个字 在原文是什么意思 Fall short 永远达不到神 那个百分之百的标准 可能孔夫子不错了 达了百分之九十 可能摩西不错了 但是摩西也进不了 加南美帝 他还是有他的老我 有他的脾气 有他的暴躁 有他的不顺服 按着律法 没有人能够守得住 完全 律法让我们知罪 让以色列人知罪 当他们发现自己守不住石头 见命 他们犯罪了 怎么办 目的是要引他们 进入会幕 靠着羔羊的陷阱 来输罪 接着羔羊的血 来得救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发现 其实摩西之约 表面来看 好像是十条诫命 但是他的 里面 从表面 是律法 其实这个律法 是要引人进入 他的核心 那个核心的本质 是靠什么得救 靠献祭 赎罪 得救 有天上人 有天使降落 可能是修理屋顶 是完全靠这个献祭 靠羔羊的血 来得救 所以 律法 颁布给以色列人 不是让他们靠律法得救 神早就知道 他们守不住 事实证明 也真的守不住 整个的旧约历史 以色列的历史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软弱的历史 得倒的历史 但是 每一个被神所拣选的 以色列人 他们 都是凭着信心 进到会幕 进到圣殿 凭着高原人的血 借着献祭 他们得救 这个才是律法的功用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总结了 摩西之约里面的律法 使得诫命 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 让他们什么 知罪 赎罪 第二 成为一个做完全人的 一个什么 一个指标 一个目标 虽然达不到 但是最少也跑到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所以同样的 今天我们的基徒 我们跟旧约的 恩典之约里面的众圣图 是一样的 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今天在信约时代 我们是恩典时代 我们不在律法时代 我都不需要知道律法 我都脱离了律法 不是的 等一下我才解释 为什么保罗讲说 要脱离律法 不知道律法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在这个 新约恩典时代 基本上 假如你看我的讲义 我们是内等的 跟旧约 这个恩典之约是内等的 在旧约 他们也是 平信 然后他们献祭 他们得救了 但是 还是有律法的部分 他们 要努力的 去遵守 努力的做完全人 那么 在这个的 遵守律法里面 虽然他们不能完全 不能靠律法 得到那个永胜的赏识 但是 神为了鼓励 人去遵守他的律法 他想 守律法 假如神讲穿了 没有人能够守律法 你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靠守律法得救 假如神 单单只讲这方面 有没有人愿意去努力 没有人 反正 你都是达不到 反正你怎么去做 你也不能得救 那就大家不去做了 但是神不是这样 神还是鼓励我们去努力 而且给我们什么 reward 给我们应许 给我们祝福 整个的应许跟祝福在哪里 我们看 生命纪28章 生命纪 好 我们只读第一节到第二节 回去好好读第一节到十四节 好 一同来 你若留意听从耶华 礼神的话 谨守遵循他的一切 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操服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耶华 礼神的话 解以下的福 必追随你 临到礼神的上 哇 下面有各样的福气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凡你所所做的也能够顺利 能够居上不居下 作手不作为 这个应许不是单单给以色列人的 也是给谁的 也是给我们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都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 都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 因为凭信心的才是什么 亚伯拉罕的什么 真的子孙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应许跟祝福里面 所以应许给以色列人的 同样今天是什么 应许给我们 我们是像亚伯拉罕一样 凭着信心 进入这个恩典之约 同样的 我们也是 努力的 做完全人 对 我们努力做完全人 不能够完全到一个地步 让我们配得救 但是 神会按照我们的努力 遵守他的诫命 怎么样啊 把一切熟地熟灵的福气 什么 死给我们 当然一个最大的熟灵的福气是什么 神永远的 与我们同在 就像他的旧约与以色列人同在 他们就凡事能够得胜 凡事能够横通 神也把各样熟地的物质的福气 会死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绰绰有余 看到吗 让我们能够 凡是一切所做的都能够顺利 居上不居下 做事不走为 但你发现今天很可惜了 很多的基督 虽然信主了 但是好像生活还是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失败 很多的缺乏 很多的贫穷 但有些是特别神的失恋 但是恐怕很多时候是印着我们什么 没有遵守神的诫命 神的律法 我们都以为 失调诫命是过去了 是属于以色列人的 很多的基督到今天真的你问他 被失调诫命他背不出来 搞不清楚 但是整个的亚伯罕之约 墨西之约 里面的原则 没有改变 应用到我们今天 我们都是亚伯罕的子孙 我们都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 神在旧约如何去命令 以色列人要 Shamah 去听从 这个西伯来词是很有意思 Shamah 记得上礼拜写了 是两个耳朵的 Shamah 写两个耳朵 抒起我们两个耳朵来听神的话 所以早上方方很好的信息 要快一快地听 这个快是指的很努力 很专心 意义去听 而且去行 听完之后 马上要去行的 Shamah 所以我们中文圣经 在这里翻得很好 听从 英文圣经翻得不好 英文圣经说 Hear 就是指示听 Hear 但西伯来文里面 不是单单Hear 是听从 我们中文翻得比较好 Shamah 犹太人一听到Shamah 他都知道要做的 要听从的 当我们抓住旧约的这些应许 我们去听从 同样的 我们也会得福 这些旧约的应许 不是过去的 还是属于今天的 旧约跟新约 基本上的原则 是一样的 亚伯拉罕之约 不是单单只是属于 以色列人的 也是属于 每一个亚伯拉罕 信心的子孙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 很多人推 开过分的高举犹太人 Semitism 散族主义 觉得 哎呀我们 爱以色列人 都为他们祷告 为以色列求平安 我们就会特别的蒙祝福 其实 我们为 印度人来祷告 为大陆的同胞来祷告 他们都是 神所拣选的水民 都是什么 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一样的 是站在一个双教的角度 一个普世传父的角度 我们需要为以色列人来祷告 因为在他们当中 有神的旨意 也有神的拣选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 为以色列人祷告 就是一个 double blessing 所以今天 不知不觉 很多人特别 加倍的 关心以色列人 以为加倍的 关心以色列人 我们就加倍的蒙福 也就忽略了别的民族 对我们要跟以色列人传福音 但是同样的 我们要向别的民族传福音 因为每一位神所拣选的 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不是只有他们 犹太人 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特别蒙爱的 好像是特别蒙福的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去关心他 当然这种观点 现在在一般来说 不太被接受的 因为现在不知不觉 有一种散逐主义 流行在基督教当中 好像以色列人就是长子 比我们高一党的 我们是那个小浪子 其实那个长子 才是真正的浪子 你回去好好看 路教会是武藏 才是真正不懂得 父的心 很律法的 活在那个律法的关系里面 那个浪子 小儿子 外邦人 才真正的懂得 什么是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所以 假如我们了解 把旧约跟新约贯穿了 其实才真正的 拆断了 以色列人跟外外人 中间能够什么 隔断的墙 再不会分彼此 不是说他们是高一党的 我们是次党的 No 我们在基督里面 无论是犹太人 以色列人或外外人 都在基督里面什么 唯一了 但这种观点 一定要把旧约跟新约贯穿 神在旧约跟新约 是同一个原则 来带领俗他的子民 而所有新约的儿女 都是在这个旧约的 亚伯罕之约里面 蒙福的 这个亚伯罕之约 是属于我们的 是属于每一个神所拣选的 所以你发现 保罗他所领受的启示 在罗马书就把这个真理 讲得很清楚 唯有那个心里面受隔离的 才是真以色列人 唯有凭信心的 才是亚伯罕的 真的亚伯罕的子孙 整个的观点 假如没有这种 蒙热神学的知识 不了解 旧约跟新约 一关的关系 旧约是一个恩典之约 新约也是一个恩典之约 基本上是一个约 就是亚伯罕之约 亚伯罕之约的具体 就是摩西之约 亚伯罕之约的实现 是新约 耶稣基督 站在父神的面前 在最后晚餐 跟父祷告 结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它代表了 它的教会 然后在神的面前 用它的血 成就了这个 旧恩之约 这个新约 而这个旧恩之约 也官服旧约 所有的众生徒 但是这旧约 是用羔羊来预表 所以 做了这样一个 简单的介绍 基本上是让 大家去了解 保罗的律法观 在罗马书的第二章 跟第三章 没有矛盾 那是两个什么 不同的源头 而且保罗的 在罗马书第三章 第五章 讲到音信称义 白白的称义 整个的恩典的观念 是 源于哪里 旧约 这个不是个新的东西 不是好像 保罗否定了旧约 然后重新 有新的启示 不是这种观点 他整个的律法观 恩典观 是完全从旧约而来 整个旧约的律法观 旧恩观 跟新约 其实是什么 一样的 一样的 你这样了解的话 你读旧约 你就发现 跟你有关系了 是属于你的 旧约里面 所有应许 以色列人原则 蒙福 圣明记二十八章 是属于谁的 属于我们的 你们 他记得为什么 那么多的基督 他们生活在 软弱 贫穷 失败 痛苦 咒诅当中 整个圣明记二十八章 十五节 到后面的几十节 所有的咒诅 临到他们身上 因为他们没有好好遵守 遵循神的话 他们以为旧约的几些 诫命律例 过去了 甚至 我认识个牧师 他说 这个旧约的守 暗示日也是过去的 每一次碰到礼拜天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足球比赛 这个 他就 跟 跟主任牧师请假 我今天要在家里 看足球比赛 不需要守暗示日 他说旧约已经过去了 很多人不了解旧约 所以我们受了很多的亏损 我们可以翻开 我们的讲义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讲义 有没有把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这个第七章印在里面 有没有 有没有印出来 没有啊 OK 那我们等下下课之后再补印 在我这份讲义上面 有这个 这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 讲到 论神远所立的约 有没有发这张 还没有啊 好 我们等下来补印这张 那 我们从这个的西米斯的教义 信德 信经 就更清楚了解 这个工作制约 旧约 跟新约 在这个的信条里面 都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现在很简单的来 介绍一下 这个 究竟两月之间 我们刚才一直提到 保罗从两月之间的 犹太主义 发里塞人的错误的思想 跳出来 回到旧约的正确的关联 那究竟 两月之间 他们错误的律法官是什么 然后同时也去想 为什么他们会走错 走错那个原因在哪里 好 我们先来看一处旧约的经文 在离西米斯 来找那个原因 离西米斯第一章 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七 跟第九节 在节里我们找到一点头绪 为什么两月之间 特别被鲁归回的 以色列人对律法的态度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好 我们一同来看 第一章第七 跟第九节 好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我们向你们 向你所行的是 甚是邪恶 没有遵守你借着 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 律力典章 求你纪念所吩咐 你仆人摩西的话 你们若犯罪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第九节 但你们若归向我 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你们被赶散的人 虽在天涯 我也必从哪里 将你们召聚回来 带到我所拣选 立为我名的居所 所以从这三节圣经里面 你看到一个什么重点 看到什么 尼西米在反省 在检讨 为什么我的同胞 以色列人 会被掳 被神审判 到列国 包括他本人 他的反省到一个原因是什么 也是摩西 在离开世界之前 所发的一个预言跟警告 应言 因着以色列人 什么 没有什么 谨守遵行 神的诫命律力典章 所以神让他们被掳 分散到列国 但是假如他们谨守遵行的话 神要把他们带回 而且要祝福他们 所以特别被掳之后 归回的以色列人 他们对这个谨守 遵行神的律法 非常非常的重视紧张 但是紧张 重视到一个地步 矫枉过正 什么是矫枉过正呢 就是他们忘了 其实以色列人 跟神原来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关系 是一个约的关系 是一个爱的关系 是恩典的关系 但是他们现在 高举律法的一个地步 把律法 取代了 那个恩典 约 跟爱的关系 以为 神就是一个大法官 很律法的 你就是要守律法 你一超书 十个mile 警察就来抓你 给你个罚单 没有话讲 no explanation no second chance 没有任何的机会 解释 你犯了律法 警察 最后给你个罚单 他们对整个神的观念 从一个恩典 慈爱的父神 一个恩典 怜悯 赦免 恩悦的关系 变成什么 一个法官 律法的关系 解释在两约之间 法利赛人 走错的第一点 用律法 代替了 约跟恩典 把律法 变成 他们跟神的一个 中心的关系 但是原来 在旧约不是这样的 第二 两约之间的 法利赛人 第二严重的错 是什么 行为主义 legalism 行为 他们以为守神的律法 纵是一个表面的 在行为里面做到了 纵是得着了 他忘了 其实神要的是什么 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 讲了什么 你的心 你对神的爱 才是最重要 尽心 尽信 尽意尽你的爱 祝你的神 其次是爱人如己 而不是 我上礼拜提到 他们有六百多条的 节制归条 不是一条一条 你的行为守住了 就以为是完全 所以难怪 保罗在菲律宾书说 在律法上 他是 好像是无可指责的 他是站在行为主义 站在原来 法律塞人的观点 他真的行为守住了 但是 他是否真的在心里面 爱神 爱人 还是只是爱自己的得救 所以两约之间的犹太主义 犯了两大错误 第一 是什么 律法主义 以律法代替了 这个人与神之间 这个爱的关系 约的关系 恩典的关系 第三 第二 第二个错误 是以行为 以为就是一切 用行为代替了 这个内心 是否从心里面 跪向神 从心里面去爱神 爱人 还是只是爱那个行为 守那个行为 所以这两方面 也是给我们今天很多 侍奉 剧图的一个提醒 不是我们的 事公 事奉 好像做了很多了 就以为 就能够讨神的喜悦 你的内心 是否真的爱神 还是你用你的 事奉 用你的 performance 要得人的称赞 要得自己的好处 来肯定自己 难怪耶稣 在马太福音 第七章说 这些人奉我的名 传道 异病赶鬼 但耶稣说 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的心 是否真的从心里面 要尊敬天父的旨意 还是只是 为了自己的 一个的成就感 自己的一个 ambition 自己的一个 的 山头 为什么今天 那么多教会 不能够彼此相爱 不能够彼此合作 会不会是因为 大家都是为了自己 还是真的为了 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需要反省 这种的律法主义 跟行为主义 不但亏损了 当时的犹太人 其实今天 我们每个基督徒 多多少少 还是活在 这种法律塞尸的错误 所以耶稣在 马带福音23上 责备法律塞尔人 跟我们有关系的 我们今天假如不注意 也会成为 一个的行为主义 一个律法主义 用律法去定罪 审判别人 用律法 代替了我们跟神的 这种感恩的关系